我們在店內使用的話 我都會幫客人剪開 對啊 就剪兩包這樣 對 這個湯是我們用大骨熬製的 一顆顆三角形的豆干包 浮在滾熱的高湯上 在濕冷的基隆 這羞滾滾的熱食 逼走寒液也迎來人氣 好 這是什麼 我來講 我來講 一碗是幾顆 兩碗 基隆的獨家美味 客人一頂就是好幾個 位在田寮河畔 至今只有三坪的小店面 是飄香七十年的豆干包老店 也因為這外型有幾分神似 淡水的知名小池阿給 因此常讓許多北部人誤解 我剛開始會以為是 但其實它不像 因為阿給裡面是包冬粉 因為我以前在淡水念書 所以我知道 壞地人可能會誤解 但是基隆在地人 應該都知道豆干包是什麼 跟阿給有什麼不一樣 我不會搞錯 在地人絕不會弄錯 相較於阿給 豆干包裡面包的是 滿滿肉餡 口感扎實 有嚼勁 還有乾湯兩種吃法 湯的輕咬一口 就能解放蠢蠢欲動的湯汁 及絞肉 乾的配上甜辣醬或是辣椒醬 各有不同風味 他們有三種辣椒 最辣的是敢吃的話 最辣的這個最好吃 不敢吃 中間的就微微辣 然後他們的湯 像這種湯最好喝 豆干包湯 所以這邊又賠魚又好吃 常常來吃 在地人激推的特色 銅斑美食全手工製作 有著濃濃傳統味 但這外型軟Q的豆干包 常露出笑話 豆干包是什麼東西 不然就是指責豆干包說 這是什麼 我們豆干包就是一直被 被犧牲被打給的兄弟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怕被斷水 老闆羅志雄用正正人物 常戲稱 像是跨不過濁水溪的口吻 替豆干包打包不平 也因為常被誤解 也當然得證明 豆干包來源 原是這個泉州 蠔州這裡 早期是用豆皮 豆皮包 包覆那個小肉 再上魚漿 雞龍是鄰港 馬頭公里要多 所以後來就把豆皮 改為豆腐 為了滿足那個飽足感 像這個豆干 是比市面販售的 那個豆干還要大 這是我們特定的 因為我們特製的 它裡面的豆腐也比較扎實 有沒有 沒有那麼空洞 所以你要請那個開模的人 豆腐店 開模的人另外幫你 製造這個豆腐 我們不能用一般的 一般的它裡面太空洞了 就沒有那個味道 一旁幫忙的是 羅志雄的三姐羅熟豬 說到這家招牌豆干包 關鍵的美味 還有這裡面的絞肉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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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